全台防疫警戒高喊同島移民口號下 卻傳出長者因不熟實名制被民眾辱罵 族人為此北上陳情 討回身為原住民族的尊嚴 我們一定要為自己的族人發聲 我們一定要為自己的民族跳出來說話 我會尋求法律方法跟你要求 應該要有的尊嚴還給我們 疫情間各部落也自主軟性封城 展現自主性捍衛部落安全 他是說其實工作這樣子 採取方案其實是很好的 因為我們這樣做也是來守護部落 守護族人 因為畢竟我們這邊人口也是一定蠻多的 那相對他們是說希望我們可以這樣子維持下去 然後去守護部落這樣 部落青年從個人到組織逐漸壯大 凝聚原住民族青年的發聲能量 但碰上一起組織動員行動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透過視訊螢幕的溝通 它是會有落差的 你有時候很難感覺到就是夥伴的一些細節的感受 或者是變化 我們就變成說常常在網路會議的視訊會議 這種線上會議的時候 我們只能處理事情本身 但有時候因為在議題上做的夥伴可能會有一些就是創傷或是內心比較需要被療癒的部分 那在這個部分就比較難透過網路會議這種方式去處理 藉著科技便利 人能進行議題討論 但也缺少了與人面對面情感交流的細膩度 因為有些東西就討論有些議題其實他他蠻多可能會回應到自己內心層面的東西 可是如果我們也沒有辦法看到對方的臉或者那個單下的那種感覺 其實很難在很難在可能他在揭露自己或者說他在丟自己想法的時候給他很及時的一些回饋 然後效率可能也不太高 但他確實就是現在疫情就是一個解決方式這樣子 每一次的議題討論都是生命經驗的闡述過程 每個夥伴都是連結支撐彼此的力量 當你說出你自己內心真正的想法跟感受的時候 其實不要害怕別人的評論 就是你可以選擇很衝突很憤怒的去表達 你也可以選擇嘗試著用溫柔的方式去對話 可是不管是哪一種表達方式其實你都應該被尊重 疫情下的社會全民應該攜手團結 但卻仍出現原住民族議題爭議 無論是資深前往的陳情行為或是部落主體性的自主權展現 當代的原住民族青年仍然可以在疫情後走回街頭 也可以借網路力量壯大聲勢 匯集新世代的人際連接網 原市新聞 林亮米菇 台北市台訪報導